有请下一位推荐人 天佑 来 好 谢谢 我和徐作我们在北京的时候 然后在大巴车上 我碰见了一个网上最红的老师 他不教你专业 但是他的每一个上课的视频 都会在网上破亿的点击率 微博上每一个大V都会给他转载 微博底下的评论底下会写 老师 我特别喜欢您的相声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被教育事业所埋没的相声演员 张雪峰老师 张老师 各位嘉宾老师好 各位能量团的朋友好 我们现场的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刚才天佑讲了他逗 说您是被教育事业 给耽误的相声演员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说吧 只是一种以这种娱乐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记住一些 该记住的东西 如果说你一种比较开心的 让他又开心又能记住东西的话 那为什么不用开心的方法去教他呢 对吧 每年听我的课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加入我辅导班的人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现在我发现网上看我视频的人 大多数都不是为了考验的 用这种方式能够让大家知道 考验这个事其实挺好玩的 学习这个事没有那么枯燥 我觉得也算是为中国的教育事业 做出一点贡献吧 张老师 好 我们下面听听您 讲演是不是跟讲课一样像相声 下面 你说 我们听 大家好 我是张雪峰老师 我是一个考研老师 但是跟你们认识到的老师不太一样 我并不教某一个科目 我不教政治 不教英语 我也不教数学 我是做规划的老师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该复习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你报什么学校 报什么专业 所谓的叫又好又好考 我就是干这个的 然后的话 每年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考研的同学 然后我会经常问他们一个问题 我说同学 你想考什么学校 想考什么专业 然后经常会有这样的同学来回答我 我说张老师 我也不知道我要考什么专业 我说那你要考什么学校 不知道 我说你为什么考研 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你知道吧 那你到底要为什么考研 我说张老师 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 五个人考研 然后我也就跟着考研了 我说同学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你在考研的时候 你的目的性一定要强 因为这个东西 会给你选择院校 选择专业 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你考研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么总结一下 考研可以给大家带来 以下几方面的好处 首先第一 考研它是一个提升学历的机会 如果说你将来想干的工作 需要学历的话 那你就得考研 你将来想干的工作 不需要学历 那你可以就不用考研 你比如说有一次 我在西安就碰到这样一个同学 跟我说张老师 我未来的梦想是当一个城管 你就不用考研 对吧 你出去跑得最快 你就去城管了 对不对 其次第二呢 那么考研也是一个 转专业的机会 而在中国的大学学院内 你要想换个专业的话 其实是挺难的 就是你必须得考到 你这个专业 全院的前百分之三 你才有可能去换专业 但大家想一想 这难道不是个bug吗 我这个专业我学得这么好 完了你让我换专业 那我不白学了吗 对不对 谁应该换专业 谁应该那些学得不好的人 该换专业吗 对吧 老师一问他 为什么天天挂科 我不喜欢这个专业 原来是这样 你喜欢哪个 我上那个专业去 对吧 我觉得这才应该是换专业的原理 但是这个事情 不是我们能改变的 那么你另外一个 换专业的机会在哪里出现 就在考研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个机会 你不喜欢这个专业可以换 像每年跨专业成功的同学 特别的多 也每年有人问我 说张老师 我想问一下 跨专业考研难不难 其实我跟大家说实话 一点都不难 有人跟我说 那老师那咋不难呢 那人家学了四年 我刚学一年 我干得过人家吗 同学你这么考虑是多虑的 为什么呢 你现在你看你们 有的人上了大二 上了大三了 对吧 你说你学了啥了 就是啥也没学啥了 对不对 他学四年跟你是一样的 所以说该跨就跨 没有问题的 每年跨专业成功的案例 特别的多 我见过一个最成功的案例 是一个我的大学同学 他就是很不喜欢 自己的专业 他那个都不能 叫不喜欢自己的专业 他那个绝对 叫恨自己的专业 恨到什么程度 上专业课的时候 你得有人在后边拉着他 你不拉着他 他就要冲上 就老师给掐死了 就这么恨这个专业 然后的话呢 每次清博考试的时候 大家考虑的是 我哪科考得不好 可能会挂 那哥们讲的是相反的 我哪科考得好 可能会过 你知道吧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学校对于学位证的 管理是非常严的 你挂科挂到25个学分 你就没有学位证了 那位大哥 大一就完成了这个壮举 大二的时候呢 就挂科挂到没有毕业证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 没有毕业证 没有学位证 就这么毕业了 然后没有毕业证 没有学位证 你毕业以后 学习会给你发一个什么东西呢 叫义业证 你就拿这个义业证去找工作 你说老师 那他不就废了吗 你不用担心啊 因为这哥们学的专业呢 是比较好找工作的 他学的专业叫做 水利水电工程 这个专业是干嘛的呢 是修水灿站嘛 但当年你想一想 修水灿站去哪儿修啊 两个特点嘛 第一个是得有山 第二个水得多 这哥们呢 就被分到了云南那边 中院边境 那边去修水灿站 工地在中国 厕所在越南 想方便一下 都要出趟国 知道吧 这是可以忍受的 他忍受不了的是什么呢 忍受不了的是 工地上没有女人 他们那个工地上 只有两个女人 知道吧 一个老板的老婆 一个做饭的大妈 大哥在那思考了半个月 觉得泡哪个都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那个专业 本身就男生多女生少 他们那个专业 本科专业的时候 是150个人 14个女生 女生少不说吧 那质量还不好 那一个个胡子长得 比我多快 你知道吧 这哥们一看 本科生不行了 他想着工作再找 工作一看也不行 怎么办 就决定回来 要跨专业考研 然后第二年呢 他非常顺利地 考到了武汉大学的 法律硕士专业 现在毕利业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工作 有北京户口 就是他当年 是在云南修水南站的 一个人 通过考研跨专业 这么一个事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当然考研还是一个什么 提升人脉关系的机会 大家知道 在这个社会当中混 你没有人脉关系 是寸步难行的 对吧 但大家你想一想 你本科毕业 你有什么人脉关系呢 您是谁啊 你除了你爹你妈 还有你身边 穷苦的那个他 对吧 其他人谁都不认识了 但是你考了研以后 就不一样了 有这么一位大哥 他对你一辈子能想 都会很大 这个人就是你的导师 你的导师 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能成为这个专业的导师 说明他的人脉关系 和学术能力 是受到了广泛认可的 如果说他的人脉关系 你将来工作当中 能用到一点点 我相信这对于你的发展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考研的好处 还有很多 今天我就简单地 给大家说到这里 我每年在中国的 大学校园里边讲座 要讲五百多场讲座 我每次讲这种讲座的时候 我看着下面的那些大学生 我面对他们 就两点感受 第一点 年轻 太年轻了 我真的很羡慕他们 因为在他们身上 还有无限种可能 他们未来可能 有的人是银行家 有的人是老师 有的人甚至可能 改变这个世界 而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迷茫 他们不知道自己能干啥 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啥 非常的迷茫 就是考个研 都不知道自己 到底为什么要考研 当然考研 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名校也不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 我一直在说一句话 我说教育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是你怎么上这个大学 比你上什么大学 其实要更重要 但是我所说的这一切 它都是后话 前提是什么 前提是你得解决你的温饱 你首先得找到一个工作 能养婚于自己 然后你再说其他的那些东西 尤其是在考验当中 你只有目标明确 你将来到底想当个大学老师 你还是想怎么样 你明确了目标以后 你才能迎来人生 自己的辉煌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哇 哇 哇